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第11集 刁民大蓝教的播出 我是主播是网膜 相信大家都有发现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大约隔了两个月的时间 没有播出刁民大蓝教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看到 现在就是一个全新的卫浴设备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过去那些酸民的流言真的是太酸太臭 所以导致我们的卫浴被腐蚀掉 现在就全部重新装潢了 而且还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公司 来帮我们装潢的 拍节目拍到厕所有装修的赞助 是不是相当的厉害呢 我马上就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的调明 首先是一人穿来自推特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 我们这个专业的后制水准在这地方 感谢大家看得起啊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真的完完全全不是反串 我不知道到底要强调几次你们才会看得出来 如果说电视圈里面的人都是华梅 而且呢都是滑脑的话 都是智慧的话 那张雅琴跟这个郑弘怡还有姚立民 他们难道也都是智慧满满吗 哎呀这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是非常优秀的电视人 不要这样子互相攻坚 另外在过去这两个月当中 有非常多观众朋友在PTT上面 也对我们的立场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指教 整天关心理没真 民进党贪罪的苏正卿不敢报 也不敢酸 还敢说不是绿打手可怜 QQ第一次给倒赞 DPP收2000万的苏正卿 一个字都没有提 呵呵 不好意思有关于苏正卿的报道 包括这一则 这一则 以及这一则 全部都有出现 如果没有眼睛的话 千万不要随便乱打字 以免你打错字的时候 自己都看不到呢 苏正卿的片段其实不止这一些 还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桥段 而且我们不只提到一分钟 我们讲了非常的长 不知道这些平行时空的观众朋友 你们告诉我 看了哪里的样式一分钟 欢迎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有人觉得我们绿 但是也有人觉得我们很蓝 包括像是我们在上个月当中 做的美猪美牛的相关议题 就有许多的民众非常的不开心 有朋友说这里是挺蓝营的吗 什么都否定 好其实那一则节目当中 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 也不断的对我们提出批评 觉得我们就是滑脑 是华国的人一份子 我们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本来就滑嘛 不过在这个地方 要跟大家讲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在我们的携手团队 称赞完蔡政府的美猪政策之后呢 很不幸的过了一段时间 这个携手就曾经在某一天 骑机车的时候 在重庆南路的这个总统府前面 不小心就摔车了 对着蔡英文下跪 给您看看在画面当中 这个就是他抱着纱布受伤的手 另外包括他的膝盖 其实也都有一些受伤的情况出现 显然就是在称赞完我们的元首之后 就必须要付出一点代价 要下跪 对着元首下跪 跪到他的膝盖都出血 那么除了政党的倾向 以及政治光谱上面的立场 变幻莫测之外呢 对于个别政治人物的立场 也是激起的对立 包括接下来这位观众朋友 Drama Freak 他说这一集眼球是做来取悦老爱 嘴蓝绿都一样烂得磕屁粉的 呜呜呜 不过也有人觉得我们是磕黑 包括在PTT之中的这一篇文章 底下呢就有留言讲说 磕黑蟑螂频道 不过这篇PTT的推文呢 其实主要是在讨论有关于 金山小编之死的报道 那么被下架之后 我们频道还是继续的播送出来 其实跟柯文哲先生本人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关联 但不知道为什么底下会有人觉得我们是磕黑频道 难道说磕粉支持这样的新闻被下架吗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一篇来自PTT上面的文章 这个文章里头的推友呢 他其实主要想要表达就是 眼球中央电台并不是一个相当中立的媒体 他们认为 我们一直没有去报道卢渣的事件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席话 却被周遭的野狼们群起围攻 他说眼球三个党说个笑话 然后呢底下就有人说 柔上有啦 你要花时间从头到尾看一遍你就会知道 然后他就说 卢渣现在到底酸的没有 他就被人家不断的打脸 包括有人说明明卢渣事件也被眼球酸爆 就是故意不提根本就是来带风向的 然后呢这位S505015就说 我都还没有看呢 原来没有看也可以来评论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超前部署 另外CTTW19就说 我政党票投实力 但很不认同那种贴小绿标签斗筋的手法 SERENITYMICE就说带风向失败 哈哈哈哈 于是S505015就说 哪一集我现在正在看 真的有耶 一分钟 好的 我会跟大家宣布 我错了 所以我道歉啦 我帮他宣传啦 就这样子生气崩溃的 像破壳小姬一样跑出来了 小姬长大之后要记得不要被抓走 不然会被割脖子拿去当迷血 非常的恐怖哦 不过看来他最后还是被圈粉的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另外我们在每一集的央视一分钟当中呢 其实字幕均类线都会帮许多的观众朋友 加上一些各式各样的注解 就是我们在字幕里头所看到的括号 但这样的括号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接下来这位观众朋友 他就非常的喜欢 在三天之前 Carmus他就做出了非常多精良的计算 有5次9次7次6次2次2次5次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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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总共36次597秒除以36次等于16.58 也就是大约17秒会有一个member的括号 另外总共51次660秒除以51次 大约13秒会有一个member的括号 另外总共34次556秒除以34等于16.35 大约16秒会有一个member的括号 也就是每16秒就要把影片往回拉 以看清括号的内容 PS其实也不是不能member 只是看不清楚要往回拉的感觉 其实很影响观看体验 不好意思 在这地方就是要影响你们的观看体验 才是我们最好最好的目的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 原来其实还是有字幕黑 原来这样的特色还是会造成一些观众朋友的困扰 但是这样的困扰我们会继续的让它持续下去 不会有任何的改善 而且字幕君在看完这个消息之后 他非常的生气 他决定在现在此时此刻再加一个括号的版位 来特别骂你 除了满满的负能量之外呢 其实有一些观众朋友也喜欢在我们底下开佛堂或开教堂 就是要宣扬一些正面的宗教能量 像是以下这位观众朋友 当一个主播或媒体人就要有一定的高度 为大部分人的利益跟国家的发展来报道真相 争辩蓄实戒发邪恶而不是一味的靠着华中 取诚圈从虚名来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 这样时到有一天会更有虚名的人取代 而且您加入在别人身上散播 给台湾民众的这些羞辱 别人当作好玩的封面讯息 时到有一天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这就是宇宙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不变定律 而关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 你可以参考一下的影片 于是呢我们的携手就把这个影片给点开了 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了关掉 我们完全看不懂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接受到您正面的能量了 谢谢你啊 拜拜 而在我们9月中播出了央视会客听味道这一集节目之后呢 其实也吸引了一些魏德胜粉 他们就是由魏德胜的人所 派过来攻击我们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人这么的造次 首先是搭东Zo他说 主持人死也不想知道台湾的历史 主持人就是井底之蛙 不好意思如果我是井底之蛙的话 你相信就是那个青蛙的脚上面的扑 又扁又平又没有思想 连TT的被我们踩在脚底下 而且还黏着死不走 不过说回来 身为中华民国人 台湾历史真的很重要吗 台湾400年前 不过就是义不必体的社会 请问没穿衣服的人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历史 另外下一位观众朋友 他叫做同学 啊学童不好意思 你的名字真的是有点高招 他说是我摩耍嘴剑赚钱 有资格批评魏德胜啊 没有错我出一张嘴就可以赚到钱 不像是魏德胜先生 还要加募资网站去到处筹钱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等次 最后是几位无地方时的观众 来看一下综合的消息 首先第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让秋田犬来做节目 比主持人更有营养 不好意思那只不是秋田犬 是柴犬 你的眼睛可以放亮一点吗 另外我宁愿放个急娃娃 在这个地方也不想让你看到 还有下一位观众朋友 他叫做酸民集中营 他说 每个国家每个县市首长 都在设法介绍观光旅游 包括我的频道也是希望网友观看订阅 只有高雄的人不想增加曝光机会 他们罢免一个形象能力最强的人 他们脑袋真的令人怀疑 在这个地方我们 讲到之后就不见还是哽咽起来 没错 我现在想到虽然已经过了 大概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 可是还是每次想起来 都还是让人家觉得 有点 难过讲不出来 感觉心揪揪的 有点痛 那个感觉就是 我们真的 英雄所见略通 可是世界已经发展成个样子 不好意思 我们就放下了 接下来是一位看新闻却不专心的观众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某某每次播报的新闻 一次比一次更摔注意力 总是在关心国事和民时 与某某容颜之间辗转来回 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请你专心 另外跟你报告 这里有很多痘痘 如果你要看的话可以看清楚一点 下一位观众朋友 他非常的恐怖 他说 真心希望年底破百万订阅 毕竟我不少朋友的手机 都让我趁机的来偷偷订阅 也希望我不要因此糟天前才好 在这个地方要非常感谢 这位观众朋友的支持 你的善举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而且你会去偷别人的手机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真的是一件值得 让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事情 唯有去拿别人的手机 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才是真正爱国爱党爱民的中华儿女 我们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一个人拿十只手机 去订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就马上会突破五百万订阅 最后在这个地方 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件事情 其实看到这么多刁民 大家知道就是要马上冲到我们的马桶里头 包括现在大家所看到 我坐着这个马桶 以及里面所看到这么美丽的卫浴 就是有一个非常优质 由国家电视台所认证的一级厂商 来帮我们一起赞助装修的 而这家厂商就叫做 UM现代工程卫浴厨房设计施工 如果你有装修卫浴或者是厨房的需求 欢迎大家一起来拨打他们的电话 那么电话叫做 02-2736-4380 02-2736-4380 就在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一支电话 或者是您可以扫一扫 我们在画面当中的QR Code 一起加入LINE 来跟他们一起洽询 欢迎大家一起打爆他们电话 或者是不断的加爆他们的LINE 一起来好好的洽询 真的非常优质的一间卫浴设备 就可以承载我们许多酸民的酸岩酸雨 全部冲到马桶里头 不会堵塞 绝对是一级棒 值得大家一起好好来体验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调饼大蓝教 我们下次再见